好來,我們繼續研究麻將第15堂課喔 要講什麼學的? 你說那個... 什麼台什麼台 什麼台什麼台 喔好,然後再來再來 剛剛講到如果我自摸 然後因為我沒有任何吃跟碰 因為我是門前傾 那門前傾這個有算一台 那我自摸也算一台 那我有兩組國製 就是兩台 所以我這樣總共是四台 那如果今天我把這三個換成又一組國製 這樣我就變幾台? 五台 五台喔 很有五台喔 對,可是我們剛剛有講 南部通常有所謂的滿台 那一般都是四台、四滿台 那我服了五台 即使是五台,我也只能跟人家收四台的錢 因為它已經滿了,你不可能溢出去 就是有上限 最多就是四台 即使你服了五台、六台、七台、八台 你還是只能跟人家收四台 喔,這樣才不會請家蕩產 對,但是有一種狀況是例外 譬如說今天 是我裝 我是裝家 我自摸 北部裝家就會加一台 那南部裝家沒有加一台 它必須等連裝 所謂的連裝就是我裝家 OK,我服牌了 我可以再繼續做裝家 第二次我服牌 我們叫做連儀、拉儀 我們叫做連儀、拉儀 那 北部就會算裝、連、拉 就三台 那南部只有連儀、拉儀 因為南部裝家不算 那這個時候 我連儀、拉儀 排面上有四台 連儀、拉儀加兩台 有六台 這個時候連裝台可以算進去 如果我沒有連裝 我就是四台 如果我服了五台 我還是只能跟你收四台 可是今天我連裝 我可以跟你收四台之外 我還要再加這兩台 就連一跟拉一 那你如果連二呢 也就是說 你完了 你已經連裝一次了 那你再玩 你又服了 就變成連二、拉二了 這樣手氣很好 這樣就四台 再加上你本身服了四台 你就可以跟人家收八台 那又很好運 又連三了 連續三次都自己做裝 自己多虎 要靠這個 對 就連三拉三 就六台 再加上你的門口 四台就十台了 這樣你就可以跟人家收多少錢 十台 一台二十 就是兩百塊 原來就是 你的保底一百 所以你就可以跟人家收三百塊 要靠這個創業 對 對 就是靠這個創業 好 那我們看看 接下來 還有什麼 深奧的學問